大家好 我是時光寶阿比的Able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 我們繼續上個星期講兩款非常受歡迎的運動標 計時標和潛水標 哪一種更加適合你 上個星期我們看了兩種標的各自特性 今個星期我們嘗試看看他們的共同點和差異性 計時標一般來說都會有一個比較複雜的機心 零部件是比較多的 而潛水標的標殼是比較強大 因為它需要在相對惡劣的環境下運作 計時標的防水深度一般只是30至100米 足夠我們的生活防水 即是你整濕了標都不怕入水就可以了 但今日的潛水標尤其是專業的潛水標 一般來說都有300米或以上的防水深度 計時標會有兩粒的Pusher 是負責計時起動停止和歸零 而潛水標一般來說都會有一個船入式的標關 幫助它更加好地防水 有些專業的潛水標甚至會有Helium的氣閥 方便潛水源減壓的時候 讓空氣通過這個氣閥排出標殼以外 不會破壞標面的玻璃 計時標一般來說標面的設計都是比較複雜 因為它的資訊很多 無論它是兩個盤的計時標 或者三個盤的計時標 最少都會有一個小秒針 有一個分鐘的黑度的小盤 甚至會有一個12小時黑度的小盤 加上那個標圈的黑度整體來說是比較複雜的 而潛水標如果它是ISO6425規格的話 它整體的標盤需要在全黑的環境下25厘米以外 都要清晰地可以讓人看到時間 因為潛水源在水底是沒有光的 所以如果你弄到這隻標看不清楚的話 對它來說就沒有用了 所以潛水標標盤的設計是要有大反差 還有時標和指針上面都需要有夜光的塗層 另外計時標的機芯一般來說 都是比較多齡部件、複雜和打磨精細 為了讓我們欣賞到這個機芯 很多時它們都會選擇用藍寶石水晶玻璃做底蓋 所以計時標相對來說 就比較容易受到磁力的影響 但是潛水標因為是ISO6425規格的話 需要能夠抵受4800A磁力的影響 而這個計時標一般來說 因為它的機芯比較複雜 還有它的打磨工藝會相對高一些 所以它的價錢會比潛水標貴一些 計時標顧名思義就是用來計時的 潛水標其實都可以計時的 因為它的單向旋轉的標圈 如果你將上面的三角形對準分針的話 你可以計算60分鐘的時間 而你將三角形對準時針的話 可以計算12個小時的時間 而如果你將三角形設置在兩個城市的時間的差異 譬如說欠四個小時 你設置在四個小時 你再在時針可以讀取第二時區的時間 一般來說 那個計時標會讓人覺得它更加有內涵 因為它的資訊多 設計比較複雜 機芯打磨也是比較漂亮 不過它比較貴 有時候我們都要考慮一下 究竟我們買回來的東西 是否真的我們用得到 我們先看看潛水 大部分徒手潛水的潛水員都知道 是很少會潛深過30至40米 所以如果300米以上的防水深度 都會有些過測 至於計時方面 我們一般來講 日常生活用到的計時 都不外乎計算停車的時間 或者是煮麵 究竟用了多少分鐘 所以其實我們看看 分鐘或小時的計時已經足夠了 如果是秒鐘的計時 或者甚至有些是幾分之一秒的計時 這個可能就未必必要 但是今天那個機械碗錶 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個piece of jewelry 或者是一個工藝品 有些人甚至會覺得 機械碗錶是個人品味的一個體現 所以我覺得 究竟選擇計時錶 還是潛水錶 是你個人的喜歡 Your choice is the best toy 今個星期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